第25题,科学家侦测到52赫兹的位置时 从科学调查船发出探测坡 至收到反射坡历时4秒 若海水的声音传播速率为每秒1500公尺 则科学调查船与52赫兹的距离为何 我们晓得我们的声音的传播速度是每秒1500公尺 我们发出去到走回来 那我们总共花了4秒钟 所以我们总共走了6000公尺 但是这个是去够回来,所以来回了两趟 所以一趟只要除以2 所以6000要除以2就是3000公尺 所以我们单趟的距离只有3000公尺 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 科学调查船与52赫兹的距离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B3000公尺